数年手抖难及,宋纣迅速痊愈 我有一位住在鲁乃村的佛友 他在数年前得了一个小毛病 就是说,无论他的手要拿什么东西 东西一拿在手上,手就发抖,震动不停 尤其是当他拿起茶杯,要喝水池 手一拿起杯子,杯中之茶就震得卸出很多在桌子上 这虽然是个小毛病,但看医生也不能治好 同时,医生也说他没有什么毛病 近来,他很诚心地每天在观音菩萨圣像前送大杯咒二十一遍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 最近,他手发抖的毛病痊愈了 茶杯拿在手上,自如,全部发抖 大杯咒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喝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